原标题真集演了王宝强张欣宇节目中,矛盾不断导演不行就直接退出。 大家知道的,在最近几年的时间,我们内地出现了很多很火爆的综艺节目。 这些节目也是比较的新颖,看点和槽点都是漫漫, 也让很多的观众们非常的关注和喜爱,就在最近最为火热的一档节目挑战吧。 太空这档节目中出现的看点,也是比较的多槽点也是不少。 之前,田亮就因为节目组的人设,还有恶意剪辑,让其人设差点崩塌, 导致受到了网友们的各种辱骂和吐槽,对于田亮的遭遇,不得不说,真的是让人心疼。 其实,这档节目的槽点还有很多,就比如王宝强跟张雨喜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, 爱就非常的不合,不知道是节目组给了人设问题,还是怎么样反正养人就是水火不容。 其实看看养人的遭遇,其实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案例来说,应该是心心相惜才对。 怎么会水火不容呢?两人还经常地在节目中出现一些矛盾, 这样让这个节目的看点提升了不少在节目中,因为两人是一对。 所以,在初心各种互动和人物的时候,两人要经常地在一起, 虽然两人经常在一起,但是却很少交流, 就算是在一个车上,也是很少说话,或者是稍微地尬聊两句。 其实,除夕他们两人的人都知道的, 他们两人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的喜欢说话健谈的那种人, 对于两人在一起的沉默不语,或许是相互地看不惯, 所以两人经常地会出现一些小摩擦。 张雨喜说话还是比较的直接的有时候, 也是比较的过分虽然王宝强脾气好, 但是,却是一个急性子,总觉得张雨喜跟一个是妈一样, 牢牢地做事情也是非常地拖拉。 反正两人就是看着对方非常地不满之后, 两人之间的事态升级, 就连节目组的导演们都看不下去直接说道, 要不然就直接退赛。 看来,这次导演是真的鸡眼了, 但是退赛的话,会浪费多少人的心血呀。 不得不说,两人还真的是刺头, 对于两人的状态,希望是节目组安排好的。 毕竟两人还是比较好大众喜欢的, 都没有什么坏心眼。